懂王川普被传讯 美国党争进入新时代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55年前的今天 在田纳西州孟非斯的一家青年旅社的阳台上 著名的平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不幸遭到刺杀 那一刻我们见证了历史 55年后的今天 我们再一次见证了历史 一位美国的前总统遭到起诉 传讯甚至逮捕 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懂王川普呢 在纽约被检方传讯 在法庭上呢 他不承认检方对他的34项指控 有人说呢 美国警方呢 把他逮捕了 其实没有啊 怎么回事呢 就说让他出庭 说你这34项指控成不承认 不承认 不承认行 回家了 就这么一回事 他是美国前总统 美国前总统还是给给个面子的 不能直接了当往监狱里塞 你穿一个成色的衣服 最后变成猫猫了 不太好办 知道吧 有人说呢 这是一场血雨腥风的斗争 有人说这是美国政治的韩国化 或者拉美化 其实大野猫呢 其实大野猫呢 都不这么认为 都不是 这只不过呢 是川普啊 这个 这一出荒诞剧的当中的一个剧情 川普呢 出庭呢 只是这部剧的一个剧照 他还会继续 直到川普这个人彻底的被历史淹没 这这部美国政治的荒诞剧呢 主演呢 就是川普啊 配角呢 有民主党 共和党 和包括拜登在内的那帮臭鱼烂虾啊 我看到是这个 那之前呢 有没有美国前总统呢 被定罪啊 有没有先例啊 这个东西是有 但是特殊情况 首先那是1872年 当年的总统是格兰特嘛 格兰特骑着马 上班的途中呢 由于呢 飙得太快 被警察给拦下来了 拦下来之后呢 说哎 给你张罚单 你把钱交了呢 然后没事了 他就他就把钱交了 掏的是自己的腰包 格兰特本来就没多少钱 没多少钱 你非得让他交发单 你说这么扯淡 欺负人 那么这是 没办法啊 谁叫人家 谁叫人家 骑马骑得太快嘛 对吧 1974年呢 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 下台 但是第二天呢 就被新总统福特特赦 这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川普呢 今天被起诉呢 而且是离任后 有点秋后算账 那个概念 这还是头一回 会不会开启 潘多拉的魔盒 有人说他会开启 潘多拉的魔盒 成为一种新常态 然后呢 民主党调查共和党总统 共和党调查民主党总统 来回这么整着 来回这么掰扯着 然后打着不可开交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可能性还是有的 但是大野猫认为呢 大野猫认为呢 发生这种事的 这种事呢 在美国这个政坛上呢 是就是说 几率还是比较小的 为什么呢 大家别忘了 大家别忘了 川普他并不是一个 美国的传统政客 川普并不是美国 一个传统政客 他是一个政治素人 他的当选呢 有一些运气和偶然 虽然呢 一些红脖子 傻傻的去支持他 但是他在华盛顿呢 并没有多少人脉 你看他当总统的时候 经常自己的文件 就被人拿出去了 他跟哪个领导人 他自己呢 表现的显得有点不太好 直接让人家拍一下去 比如说塞尔维亚的武器旗 那个事咋个事呢 其实塞尔维亚这个人 这个武器旗呢 他也是一个 他就不外嘛 那个川普说 咱聊 那个谁 那科索沃那没来 那咱们聊聊天吧 结果他搬一椅子 一下坐川普前面 给川普吓一跳 说你这干嘛呀 应该是坐在那长椅子上 他觉得坐长椅子 隔着太远了 只俩让人搬一椅子 坐他坐川普前面了 这一下子 给川普吓了一跳 不好说 结果被川普边 川普边的人给拍下来 拍下来放网上了 放网上给人一看 是说啊 川普那个像训小学生 一样训着武器旗 说变这个变成了一个 弱国无外交的一个典范 这个东西叫川普给气的呢 说你这些人 胳膊肘往外拐 你什么意思 你这是啊 但是可见当时 川普的白宫呢 有多么的乌烟杖气 所以这个事呢 他会不会开启 两党的恶斗 会就是你 你查我总统 我查你总统 这里边是个大问号 关于这里边的问题 大家要明白 两党的恶斗 在川普之前呢 就已经非常非常激烈了 在川普之后呢 一定会也是非常非常激烈 不会是因为川普呢 两党就不斗了 不会是因为川普呢 两党会斗得更厉害 只不过呢 斗争的形式呢 不太一样了 川普在中间呢 给你搅和一番呢 变成了一种新的一种态势 不是新常态 而是新的一种态势 这个新的一种态势呢 他的表现形式呢 很好玩 以至于就是说呢 川普 川普呢 凝聚了民主党 川普呢 分裂了共和党 但是川普的离去呢 很有可能导致民主党分裂 然后呢 共和党呢 进行重组 那这个里边呢 就是说 这我们应该看的是这个 另外呢 川普对美国文化的影响 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 对美国普通人的影响 这个是我们需要看的 至于川普说了什么 又表演了什么什么秀 这个东西呢 我认为都是次要的 这么一回事 所以今天这个过 今天在上法庭 只不过一个过程 成了一个媒体的狂欢 这个东西呢 大家要看到 那有人说 共和党是不是已经川普化了 那这个呢 你哪说哪了 不如说共和党呢 正在转型当中的一次尝试 难道民主党不是在转型吗 其实美国的政治呢 现在正在经历一场变革 你说啊 给这个什么 给这个 红灯区的女郎 送一个封口费 这是小事 看似是政治迫害 说呢 只要川普宣布不参选 就立刻特赦 这个事呢 都是大家呢 一厢情愿 这个指控 咱这么说 不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 对川普最严重的指控 在下个月 下个月的 佐治亚州 或者乔治亚州 对其呢 扰乱2020年 大选计票的指控 比这个 今天这个 要严重的多 它呢 可是破坏 美国的选举制度 动摇美国的国本啊 加上2021年1月6号 你搞的那个 国会山事件 怎么回事 这个东西 说句不好听的话 是重罪 所以呢 在川普身上的 这些东西 这些指控 这些聆讯 才刚刚开始 所以一场大戏呢 我们接着要看 今天的只不过 是个小插曲 如果乔治亚这个事 把它给起诉了 因为说 你干预美国的大选 或者是 你不承认 美国的大选 然后你国会山事件 如果跟你川普 有什么瓜哥 那这个事可不行 这个事可是大事啊 这个事绝对是重罪啊 根一就是说 你搞一个应招女郎 给他点钱 这是两码事 这是两码事 所以今天呢 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以后呢 我们很有可能 会看到更多的东西 这个问题 有人说 美国很有可能 会陷入内乱 然后呢 美国内部呢 可能会打的不可开交 但关键的问题是 川普之前 两党都打的不可开交啊 川普之前 两党都打的 打的非常激烈啊 那现在只不过 换了一种新的打法而已啊 也就是说 没有川普 两党 两党就不打仗了 两党一定要打仗啊 没有川普 两党 这个文化战争就结束了 也不会啊 有了川普 只不过两党都重新的洗牌 但是战争还是依旧的吗 但这个东西咱这么看啊 就是说 共和党会不会就因为这个事 清算民主党 归根结底 还得看共和党怎么做啊 也就是说 共和党呢 对川普的看法是什么 我这里边说的 共和党 对共和党呢 是共和党这些建制派的这些人和共和党在台上的人 至于底下这红脖子 红脖子闹不起来 红脖子 你让他重逢陷阵 到时候他给你做脑壮菜 把你扔那 很有可能 这些人闹不起来 真真正正能闹起来的 就看着华盛顿这帮人 华府的这些人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之前不承认deep state 但是呢 美国呢 华盛顿这个圈啊 华盛顿这个圈 还是我们要看这些东西 其实在2016年大选之前 川普获胜 就有他的偶然性 川普能赢 这个东西有运气成分 也有迎合当时这个时代背景 在当时的共和党内部 民粹派跟建制派 已经恶斗到白热化了 2010年中期选举 茶党政团 这政团在国会 就开始制造麻烦 一直制造到2016年 2013年 美国参议员 德州参议员 Ted Cruz 因为奥巴马一改 就关闭了政府 直接来到把政府给你关闭了 那是玩呢 2015年 多数党领袖 建制派多数党领袖 来自弗吉尼亚的 共和党议员 Eric Cantor Eric Cantor 发生什么事了 自己初选失败了 输给了一个茶党的人 你说这扯蛋不扯蛋 你是一个建制派的 然后茶党的人 通过小额捐款 直接了大帮你给顶了 你这怎么回事 2015年 建制派的议长 John Boehner John Boehner发生什么事了 被茶党这些人一起哄 直接了大给罢免了 这才换上了谁 换上了威斯康星州的Paul Ryan 整个这个过程 就是说 共和党的建制派跟民粹派 从茶党这一兴起的过程当中 一直在恶斗 到了2015年 共和党初选的前期 这时候川普还没上来的时候 领先的是民粹派的 本卡森 闹着玩 那个事 闹着玩 你大家再回顾 2012年的初选 2012年的初选 民粹派的 Michelle Bachman Herman King Newt Gingrich 这些人都是先后领先 闹着玩 其实美国的 美国共和党的民粹派 跟建制派 在川普出了之前 就已经打得非常非常激烈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在美国国内 烂七八糟事一大堆 然后搞得美国保守派 搞得美国这些 就是说传统的这些人 人人自危啊 美国首先这时候 边境问题 大量的非法移民进来 第二件事 震痛药泛滥 导致很多年轻人 失去了劳动力 第三件事 LGBTQ合法化 导致美国的宗教界 认为传统的缺失 或者传统的 代表传统的美国 正在失去 第四个 第四个是什么呢 警民矛盾 这时候爆发了BLM BLM跟警察之间的矛盾 第五个呢 随着BLM跟警察之间的矛盾 有种族矛盾 所以这一大堆事 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 总爆发 一下子给美国 美国这些普通人 普通一些 普通就是说 普通人生活 过正常生活的人 没法生活 每天都要看这些东西 每天要看这些暴力 他自己受不了 他自己受不了 他想改变 你知道吧 第三件事呢 是国际上的 国际上首先是伊斯兰国嘛 就ISIS IS成天搞那些什么 搞那些那些录像 那些录像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反正啊 这些美国一些红脖子 美国一些普通人 看这些录像 也不知道他咋想的 尤其是迫害中东的基督徒 对美国人呢 有这么一个应设自身的 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呢 欧洲难民危机 欧洲难民危机呢 又应设到自身 然后自己的南部边境 所以呢 加上国际上的 国际上的问题 加上共和党 民粹派的内斗 再加上美国国内问题的总爆发 2016年这个时候 可以说 大家都需要改变了 而这个时候 民主党的候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 傲慢 脱离民众 out of touch 然后呢 阿桑奇这时候呢 也不闲着 给你来一个那什么 给你来一个危机解密 整出了一个邮件门 邮件门这个事呢 然后FBI的这个 James Comey 科米呢 还助攻了一把 说调查希拉里 在选举前两个星期 要调查希拉里克林顿 导致希拉里克林顿 这个 这个 这个选票支持率 一下子就下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民主党也出现了问题 民主党出现了桑德斯 桑德斯呢 开始的时候领先 然后最后呢 民主党通过骚操作 做掉了桑德斯 做掉了桑德斯 桑德斯影响了一部分 这个绣带的选民 然后呢 他们就选择不投票 选择不投票呢 还有一部分人呢 选择投了川普的票 因为川普这时候呢 他打民粹牌 一边打民粹牌 一边笼络宗教界 还有一边呢 就笼络这些绣带工人 加上呢 Steve Bannon 搞一什么剑桥分析 做了点手脚 也就是说在整个这些过程的情况下 最后川普勉勉强强的 微弱优势 获得了总统大倍 这么一回事 他的选举有很多偶然性 他的选举呢 也有非常严重的时代性 这个东西说 他能不能复刻2024 2024的情况 跟当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这个东西不能就是说 他在2016年他赢了 他在2024年也能赢 不是这么一回事 2016年是一个 对于美国来说 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2016年对于美国国内 对于国际 以及国际 应称到美国国内的这些东西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年份 在这个年份中 一大堆烂七八糟的事 合归到一起 最后才是川普 赢得了大选 这么一回事 川普赢了之后呢 其实呢 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来说呢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情况 对于民主党非常非常简单 民主党派系林立 然后呢 城乡矛盾也非常非常的大 年轻人跟老年人之间的矛盾也大 但是民主党因为川普而团结 有了川普呢 民主党呢 内部那些矛盾没了 开始走 开始团结在一起啊 这么一回事 共和党的情况也不一样了 共和党直接分裂 共和党分裂到什么程度呢 分裂成四派 首先一派呢 是铁杆川粉 这就是民众啊 底层民众啊 红脖子 麻烦这些人啊 民间居多 第二个呢 是反川保守派 这些人呢 就是里根不实主义者 新保守主义者 知识分子 基本都是精英 像我们这些什么 Robert Kagan啊 罗伯克卡根啊 威廉克里斯多尔啊 大卫弗卢姆啊 就这些人啊 反川保守派 第三个呢 就是交易派 什么叫交易派呢 与民粹 合污 同流合污 来换取政治 政治上的背书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支持你 然后呢 你呢 通过我点议案 这么一回事 或者你保住我的工作 这个东西呢 比如说像 佛罗里达那个参议员 Marco Rubio 他属于这种人 原先是建制派的 现在呢 不得不跟川普合作呢 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 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 这么一回事 然后呢 第四个呢 就是顺风车派 顺风车派怎么回事呢 就原先呢 他也是个民粹 他也是个小民粹 只不过呢 没做到川普那个气候 现在呢 川普这个大民粹 出来了之后呢 哎 就是他就搭这个顺风车啊 就说呢 我也支持你 你看我也民粹 咱也民粹 那正好咱的什么 搭这顺风车 然后呢 你帮我宣传 我也帮你宣传 就这么一回事 那这里有谁呢 比如说我们的北美猪头 Mike Pompeo 再加上这个谁 再加上Ted Cruz 属于这类的人 对 共和党呢 他基本上分裂了 这么一回事 那如今川普呢 被起诉 然后有可能入狱破产 共和党和民主党呢 其实都面临抉择 在民主党这边呢 这个问题呢 比较严重 为什么呢 之前说了 川普是团结民主党的 这股力量的 起初是因为川普而团结 但是现在没有了川普 那怎么办 没有了川普 是不是意味着民主党将面临分裂 也就是说民主党有建制派和进步派 如果进步派像AOC这种人做大 那么建制派 尤其是民主党这些保守派 他将面临什么选择 共和党这头呢 有意思了 首先呢 铁杆川粉红脖子 他们很有可能把这个川普图腾化 或者美国的政客呢 把川普图腾化 来来那个捞取他们的选票 川普呢 成为他们心中的象征 心中的老英雄 啊 然后他们会看哪个政客更像川普 然后呢 就去投他的票 很有可能有一有一部分人呢 就觉得这个政治没意思了 没意思了 他就不去投票了 跟以前一样 2016年之前的因为川普 他们参政 2016年之后 2023年之后 没有了川普呢 他们也不参政了 第二个派 第二个派系 我之前说了共和党的 叫反川保守派 反川保守派的选择呢 哎 这个就很可观了 他们的共和党 说实在的 他们那个心中的个共和党 支持自由贸易的 支持这个新保守主义的 甚至呢 支持价值观输出的 他们所谓的个共和党 已经不存在了 他们的共和党 已经不存在了 然后现在拜登的政策 很多的政策 是沿用了反川保守派的政策 沿用了反川保守派 新自由主义的思想 以及呢 就是说反川保守派 帮他制定了一些政策 之前我也说了 民主党这头的面临分裂 民主党面临分裂的建制派 尤其是民主党保守派 这些人呢 哎 他们不知道何去何从 所以很有将来 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 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新的政治力量 就是与民主党保守 就反川保守派 与民主党保守派 和部分建制派 组成第三党 或者第三股力量 其实现在呢 已经开始了 在美国这两天呢 这两天呢 他正好又出在川普 被起诉这两天呢 其实在美国又出现了 一个新的运动 叫无标签运动 no label movement 这个带头人是谁呢 之前阿尔格尔 2000年阿尔格尔 Al Gore 就民主党的候选人嘛 他的副总统候选人 康涅迪格州的参议员 开始是民主党的 后来是独立 独立参议员 Joe Lieberman Joe Lieberman 就李博曼这个人 哎 他那个牵头 他牵头 与这个 与这个什么 与这个民主党的保守派 和反川保守派联合 叫no label movement 然后跟他一块的 像之前 像之前有那个共和党的 利兹切尼啊 他们是一伙的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反映了 民主党这块呢 也出现了裂痕 然后呢 民主党呢 出现了代沟 什么叫代沟呢 就是现在的进步派呢 年轻人居多 民主党的建制派呢 年长的人 老年人居多 也就是说呢 民主党现在出现了 这种代际差异 这个代际差异呢 不是说很 不是说因为川普 他们团结 但是没有了川普 他能不能团结 那是另说 而未来的共和党 想必不是铁杆穿粉红 脖子 也不是反传保守派 未来的共和党 就是我之前说的 交易派和传统民粹 和这些传统小民粹 他们搞到一起 之间的妥协 融合的结果 那这个呢 是我们以后要关注的 比如说佛罗里达的 德桑蒂斯 Ted Cruz Marco Rubio 加上呢 Josh Hawley 北美猪头 蓬佩奥 加上之前那个 Nicky Haley 和这个谁啊 和这个弗吉尼亚的 格兰亚肯嘛 这些这些人呢 可能说他们的时代到来了 共和党呢 也面临一个新的洗牌 有没有川普的身影呢 有川普的身影 有没有民粹的身影呢 肯定有民粹的身影 当然了 也有那些极端保守派的身影 和以前 共和党建制派 遗留下的那些东西 他们会组成一个新的共和党 这个就是说 董王川普 被传讯了之后 美国的党争呢 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其实咱这么说 我之前也说过 川普呢 2022年中选 他的政治生涯呢 就结束了 为什么呢 他支持候选人 他带领的 这个2022年中选 共和党本来会赢得很多呢 但是因为川普 民主党呢 又重新站在一起 民主党就开始重新团结 以至于呢 共和党在该赢的东西 没赢 在不该不该 该输的地方 输了非常非常的大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民主党大获全胜 共和党惨败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这个情况呢 就标志着川普的政治生涯呢 从某种程度上 已经结束了 虽然川普在共和党的党内呢 现在支持率还是非常高 但是 这毕竟是共和党 这毕竟是共和党 美国的民主党也好 美国的独立派也好 美国的中间选民也好 反川保守派也好 对川普 已经人见狗贤 因为川普 他们可能会再次的走在一起 2024年 如果川普是候选人的话 那他一点机会都没有 因为他党内 他的共和党党内 人数不够 而别忘了 而别忘了 2024年 美国的年轻人 很有可能 大规模的出来投票 因为最近在美国发生的另外一件事 所以这一下子 对川普来说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对共和党来说 也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或许有这么一种可能 两党都希望川普离开 什么方式无所谓 只要适合自己就行 那你说川普离开了 两党恶斗就结束了吗 不会的 两党会继续恶斗 然后呢 精彩绝伦的戏呢 会继续上演 不会是因为川普的离开 或者川普的被起诉 甚至进监狱 两党的内斗会结束 而是新的斗争 才刚刚开始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呢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